法律期 秦庇心 將來要對抵抗 記得到時間都很久 這個地域根據佛經裡面記載 抵抗的一天是我們臨甘的2,700年 我們中華民族號稱有五千年很悠久的歷史 抵抗裡面差不多兩天 兩天而已 不得了 真的是萬歲萬萬歲 那麼這個五幾年我們剛才說過 這個壽命有的長幾千歲 甚至我們在這個記載裡面有看到 說我們民國初年民國初年有一位國學大師 這個國學大師叫做張太炎 張太炎先生他也是學復的 那麼他曾經比這個萬歲愷 萬歲愷要竄國 做皇帝 他也是軍閥 萬歲愷 結果萬歲愷要做皇帝 稱帝 大家都罵他 都罵他 結果張太炎先生他說他不罵 為什麼不罵呢 他說袁世凱不值得他罵 這個人家要罵你 你還要有資格 沒有資格人家還不罵你的 他說袁世凱連罵的資格都沒有 不值得他去罵 這袁世凱聽這個話 噢 這個想起 就叫他罵 他就是不肯罵 你不值得我罵我就不罵 他說你不罵我就把你關起來 他還是不罵最後真的把他關起來 關他在這個加到外面 關他一個月 所以人家也不罵啊 人家只是不罵他而已 哪有什麼罵啊 最後啊 沒辦法啦 集合就把他放出來 放出來之後啊 張太炎先生這心裡 對這個袁世凱很痛恨 禍國殃民 所以他這個想起是什麼呢 為眾生想起的啦 為國家民族想起的 起這個完世界 結果呢 他就感冥什麼呢 這個生氣啊 我們剛才說過了 是爹才會脅陰的 啊 但是呢 他就是為國家為民族啊 這個陰謀很複雜 結果他是什麼呢 畢生啊 讓人請去啊 去東越大帝啊 請他去陰甘爹才做判官 做判官 所以呢 這是怎麼去的呢 生氣去的 生氣呢 是為大家生氣的 所以就去做判官 去心拍這個案子 心拍反狼 心拍反狼 結果呢 他在審判犯人的時候 他在裡面啊 看到很多鬼 這個鬼 有很多都是漢條 東條時代的鬼 已經幾千年了 這個鬼還在 你現在很多鬼 以前還是很有名的 我們現在呢 流傳下來 很有名的那些文學家 文學家 鐵學家 那些人現在在鬼道 你在鬼道裡面 還跟他們研究這個文學 討論這個哲學 你看看 鬼道的壽命這麼長啊 那麼一戰經呢 向這個東越大帝啊 提出一個建議 因為啊 他聽到很多人說 他受到這個袍落地獄的罪 這個袍落是什麼呢 叫做了 暴童主 這個黨做的條 寫得紅紅 很燙很烈 叫這個凡人去 炮爆這個童主 去破 去攬這個黨的條 寫得很燙 很烈 連到 去破的時候 將這個凡人就燙死去了 所以有人反應說 這個鐵甲有這種 殘酷的嘴形 那麼他聽到後 他就向這個 當月大帝啊 就來報告 說呢 這個袍落地獄 太殘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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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道啊 希望能夠把它呢 取消啊 這個 冬月大帝呢 就笑一笑 也沒有回答 就派兩個小鬼 跟兩個小鬼 帶他去看看 去那個袍落地獄的行場 去參觀一下 結果呢 結果兩個小鬼就帶他去啦 帶他去看了以後啊 結果呢 這個小鬼說呢 袍落地獄就在前面啊 頭前就是行場啊 他說喔 我看什麼都沒看到 什麼都看不到啊 沒有啊 這個時候呢 他突然間啊 有什麼 有什麼 他就看不到啊 這個行法 他就感受不到啊 為什麼那個人會想這個袍落地獄呢 因為他有做那個罪行 這叫什麼呢 叫做一切法從心想生 一切為心照 都是我們的心所做 所以心做地獄 做這個袍落地獄 為什麼你做這個罪行嗎 你就感應這個罪嘛 要想這個罪行 所以他沒有做這個罪行 他就看不到 他就感受不到 這像我們的 暗時啊 做厚夢 我們人做厚夢啊 知道那夢是假的嘛 如果你要真的知道假的齁 那個很好辦啊 譬如說呢 你剛才一隻好要跟你吃 夢中的境界是假的 給他吃 這個捨身 或是伺服 做這個菩薩 喔 真好啊 講得無量啊 但是 我們在夢中有這個境界 沒有啊 看到老虎嚇得一身冷汗啊 大喊大叫的 夢醒了以後啊 心裡面還有餘悸喔 還很害怕 所以柯健呢 這明明是希望的境界啊 但是那個感受 就像真的一樣 所以這個屋頭裡面呢 受的苦就是一樣的呢 所以這個張太元先生呢 知道了這個事實真相啊 他就不再跟這個東月大帝提到什麼 廢除不廢除啊 沒有廢除的問題啊 一切法從心想生嘛 就像做夢一樣啊 所以呢 我們人心顯榮 足鼻 對人好 敵恩報恩 好孫伯母 尊敬老師 欸 這個人好人 晚上做夢 就做得真好的夢 去到天堂 啊 那麼這個境界真蘇醒 喔 爬起來的時候呢 還在笑味蜜 笑味蜜 喔 很高興 很歡喜 啊 做悟夢 走到老親乾 你看 一切法都自己想出來啦 心不好就做悟夢了 心好就做好夢了 所以呢 在這個屋頭裡面的境界 就是流出 所以 這個 經典上啊 有記載 說這個阿羅漢 可以呢 記到過期五百世 阿羅漢有這個 啊 相名通嘛 所以說呢 過期五百世的事情啊 他所做所為 所受到的苦 他都記起來 記起來 那麼他 想到過期五百世啊 曾經末 對過地獄 結果在天堂的時候呢 說到這個地獄的情形啊 阿羅漢 阿羅漢 聽到後 心還很害怕 還會害怕呢 聽到又很恐怖呢 甚至呢 馬上啊 流汗 走到流汗 流什麼汗呢 流血汗 這個身上流汗啊 他流血汗 流出血來了 喔 你就知道說呢 這地獄啊 是 恐怖到什麼程度 啊 啊 所以本來我們說的 話啊 久久都是很久的 啊 所以這個地獄啊 阿羅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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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阿羅漢啊 我們遇到了一件事情 證明了這個事情是真的 最近來臺灣有出一本書 是國家出版社出版的 這本書不是人魚是 不是人講出來的喔 是鬼神講出來的 這很奇怪喔 鬼神講出來的話 現在寫成書了 這本書的書名呢 叫做 凱撒軍團 東征中國之名 這個凱撒大帝 就是過去 2000幾年前 跟我們中國漢條 同一個時代 在這個西方 西方 我們說西方國家 武力最強大的 國土最大的 就是凱撒大帝 這個羅馬 凱撒大帝 那麼他統一羅馬 意大利 還有周邊的國家 都被他占領了 非常強大的國家 那麼凱撒大帝 他的領土很廣 武力很強大 那麼他戰兼 派10萬的軍隊 要來 共搭中國 結果呢 他派他的第三校生 叫做三王子 率領這10萬的軍團 來攻中國 怕一年多 走了一年多 經過了千辛萬苦 也在這個當中呢 受盡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折磨 死亂 結果呢 到了中國 一年多以後 到了中國 在這個中國的甘肅 甘肅這個地方 全軍覆沒 最后村幾千人 這幾千人呢 最後被這個 漢朝的軍隊 圍攻 本來漢朝的風呂 希望他們歸祥 漢朝 尾順漢朝 但是他們不慶 最后全部都祖山 新王 西堤 甘肅 新昌縣這個地方 但是在歷史上 沒有記在這個事情 但是為什麼現在知道呢 因為這個十萬軍隊的首領 就是這個三王子 復興 在這個新昌縣的 有一個太太 不太過世 沒有文化的一個太太 叫做李金蘭的新雄 附在他的身上 附了二十幾年 講出這段 歷史的 這個四十 那麼 他講出來的話呢 是古羅馬的話 沒人聽到 所以這二十幾年來 他跟董作心筋白一樣 大家以為他神經病 亂講話 講的話沒有人知道 他講什麼 亂講 一直到五年前 有一個 中國大陸的 共產黨的幹部 他是一個記者 專門在寫報道的 他聽說有這個事情 好像有這種事情 他就去調查 他要來報道 但是他打氣的時候 他認為這是迷信 這是假的 不是真的 結果 經過他調查 研究 報道之後 發覺 這個事情是真的 是真實的 那麼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因為他說的話是古羅馬的話 為什麼會聽恩呢 因為他女兒 因為他女兒 被三王子的軍師復興 他女兒也被復生 被這個王子的軍師復生 這個軍師 在凱撒大帝的統一全國的時候 就派軍師來中國學中文 所以學中文 不是現在這麼學的 兩千塊錢就來學中文 學華語 但是學華語 是準備將來要攻打中國 要贏的 所以這個軍師 兩年了 學了華語 回到武馬 就被凱撒大帝 害著他們三王子的軍師 來討伐中國 那麼他們這個軍師可以發育 所以呢 這個三王子所說出來的事情 就特貴這個軍師說出來 才知道說 這個故事 這個屬性的經貴 甚至說呢 這個三王子 看到人家來 叫他來歡迎人家 古羅馬要歡迎人家要跳舞 叫這個軍師要跳舞 還歡迎人家 所以這個軍師呢 附在這個男子的心想開始跳舞 男子的女子不要跳 耳朵跳舞 結果 喔 跳那個舞蹈啊 跳得很漂亮 高難度也很高 這也是很奇怪 一個人不要耳朵跳舞 竟然呢 他跳的舞啊 跳得很好 還跳的 這個難度特別高 喔 那麼 他們所說的這個話呢 後來呢 這個作者啊 就 帶他們去這個西安大學 喔 這義大利語學系的教授 喔 請他們呢 互相交流 結果呢 他們說出來的話啊 這義大利語的教授聽不懂啦 喔 聽不懂 所以科研 這個古早的羅馬的話喔 跟現在義大利的話不一樣 那麼他們這些鬼魂啊 已經經過了兩千年喔 那麼為什麼 他們現在呢 會讓我們知道呢 他們在鬼道裡面很苦 但是呢 在這個當中啊 受到佛菩薩的接印 在這個鬼道當中喔 佛菩薩來救導他們 所以佛菩薩很慈悲啊 不是在我們倫甘來救導眾生而已 也在鬼道裡面喔 在地獄道裡面的 度眾生喔 像呢 你看這個帝宗王菩薩 就是在這個帝角度 來導眾生啊 那麼鬼道裡面也有很多佛菩薩 在那裡導眾生喔 他們剛才就有一位菩薩 叫做利賓菩薩 這個菩薩呢 詹金抹去羅馬 這個也是跟羅馬人有特別姻緣啊 這個利賓菩薩 那麼不斷的來教化他們 甚至說呢 還有詩詩喔 這個佛門裡面有詩詩 就是用這個咒語喔 用點點詩文 便詩 那兩便詩真言 詩詩給這鬼魂 這孤魂野鬼家 兩千年啊 詩詩給他們 那麼他附在這個人的身上啊 他有一個執著 就是說一字兩千年啊 他有個執著 他這個執著啊 就是他的心觀啊 就是希望將他們這些 十萬軍團 東征中國的這個過程 希望都可以公開出來 從他們所受的辛苦啊 委屈啊 啊 這個磨難啊 全部都講出來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 三王子這個心觀 以下呢 他希望 有人幫他們呢 蓋一個道場 蓋個道場 就在這個他們死的地方 結果他們找上誰呢 找上我們的師父 敬空老和尚 所以呢 他找上我們師父啊 那就有辦法了 因為我們師父特別慈悲 尤其呢 很多這些鬼道眾生啊 常常找我們師父幫忙 我們師父是有求必應啊 所以要求啊 希望呢 給他們建一個道場 來讓他們修行 那麼他建這個道場呢 他要求啊 要建羅馬式的 不是我們中國式的喔 要羅馬式的 因為他們是羅馬人嘛 要羅馬式的道場 那麼這個問題就來了 那羅馬式的道場怎麼蓋啊 我們師父說他也不會蓋 他也不知道怎麼蓋 正好 這個六月初 幾個月 前兩個月 六月初 我陪我們師父 敬空老和尚 去羅馬一趟 因為我們師父呢 接受了馬來西亞 五大宗 七大宗教訪問團 請他做顧問 那麼去這個羅馬 跟這個羅馬的天主教 梵蒂剛的教訪 教宗啊 見面交流 我也陪同啊 參加了 結果去了 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啊 不但呢 做這個七大宗教的交流啊 互相的交流 還有呢 還有一個目的可以達成 就是呢 可以去收一個古羅馬的建築 過去的建築的這個資料 結果呢 我們師父啊 有這個心願 去到那裡呢 真的感應到焦喔 去到一位我們台灣的導遊啊 一個台灣的導遊 女孩子 去的 這個義大利啊 已經 大概 快二十年了 現在都在那裡做導遊啊 去那拆車做導遊 結果呢 去到這個台灣導遊呢 這個台灣導遊 知道我們師父這個願望啊 他說呢 我剛才專門研究這個古羅馬的建築藝術 我收集有很多這種資料 今天很好 有這個機會 我全部都送給師父 所以我們師父呢 就拿到了很多的 這些古羅馬的建築的這些資料 你如果看到這個古羅馬的建築啊 他這個都是圓形的 他們的神殿喔 這個我們說呢 寺廟喔 他們的寺廟就是圓形的 所以現在把這個資料拿回來 所以準備呢 來建一個圓形的 這個羅馬式的道場 結果呢 我在呢 前三個禮拜 我在馬來西亞 在吉隆坡 然後我們師父呢 就把這個建築的圖啊 拿給我看了 以下這個天幕山 東天幕山有一位齊居士 請他呢畫圖 請他呢來建造 結果這個圖啊 齊居士帶到吉隆坡 給我們師父 正好我在躺 師父拿給我看 哇這個圖畫起來很大 這個道場以後蓋起來不得了 以外面喔 他是用什麼 用像那個長城一樣 為一個很高很高的城牆 裡面喔 中圓就是去這個羅馬式的圓形的道場 旁邊呢 都是蓋彌陀村 可以住 可以修行的 彌陀村 中間是一個 這個羅馬式的道場紀念館 所以呢 真的完成啊 他們這個 這個三王子 以及這個十萬軍團的心願了 那麼 在這個當中呢 這個禮賓菩薩 特別啊 問這個三王子 告訴他們 他說為什麼 你們千萬利挑挑啊 對羅馬 來到中國 要來打中國呢 他說中國這個所在 不是屬於羅馬的人啊 不是你們羅馬人的啊 為什麼你們從那麼遠的地方 要打中國呢 你們真的是自討苦吃啊 自取滅亡啊 你看最后呢 得到了這個果報 很嚴重啊 很慘烈啊 所以這就是給我們 一個提醒 這個不是我們本分的東西啊 你用這種貪心啊 要去執著要搶奪啊 搶不來的啊 命理有食啊 終須有啊 命理無食啊 不強求啦 所以這不是你下啊 你何必要去強求 所以你最後遭遇了 這麼嚴重的果報 那麼我們師父呢 從這個地方呢 也給我們講到 他聯想到什麼呢 日本人打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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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空間啊 日本人打中國 中國不是日本的地方啊 你打中國 你何必呢 最後也是自取滅亡 最後還要投降 還要接受慘烈的果報 所以這個後果很慘啊 這就是給我們 客視料 不是自己的東西 不是自己的地方啊 不要去強求啊 這種非分之想都不可以有啊 那麼我這一次呢 在香港 上個月在香港 在香港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香港啊 這個萬幸先祖紀念堂 這裡面供了很多啊 這個牌位 那這個牌位啊 下這個名很小字喔 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很小很小字 滿滿的好多啊 我就問啊 這個是什麼牌位啊 後來師父告訴我 這個就是這個羅馬 十萬軍團的牌位 我說呢 這個牌位看不見 不懂耶 那到底誰來寫的呢 他說呢 當然是三王子 附在這個李金蘭身上 李金蘭來香港寫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做這個三十信念啊 我們也要特別為他們超度 你要看 對漢條喔 兩千多年喔 到現在 要再做幾 還可以過到喔 還沒有處理喔 所以軌道的時間 壽命真的很長喔 兩千年還在啊 所以讓我們呢 真的喔 了解這個屬性的真相 這個軌道不能去啊 去的壽命這麼長 在裡面受苦受難耶 所以呢 這個是呢 讓我們呢 很好的證明 證明說六德輪迴 真的有幾德 幾德的情形 在這個書裡面說得很清楚 那麼他這個三王子 希望啊透過這個書 可以呢 反應希望啊能夠翻譯成 各種語言 尤其是英語 可以傳到西方 讓西方人知道 歷史上有發生這個事情 他們是如何 蠶死在中國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喔 可以去找這本書 國家出版社出版的 網路上也有 連喔呢 再來 這個書的後面喔 還有分 這個這個 講到一段 叫人鬼問答 如果大家對軌道有興趣 想要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 以及呢 他們經整個過程 還有一些疑點的 你要看這個人鬼問答裡面呢 就問得很清楚 無所不答 無所不問 所以這本書呢 非常有意思 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方方看 去看一看 所以 給我們了解的 人呢 那做王 將來就是感應到 三億多的境界 所以三億多的境界 都是自俗自修的 所以呢 不是淹落王 把我們送去 淹落王無關喔 神經的 也不是佛菩薩 來聽見人的喔 佛菩薩 大慈大悲 怎麼會懲罰人家呢 不可能的 所以是怎麼去的呢 我們說那麼多 現在歸結啊 我們就了解啊 是自己去的 我們自己做了 種種的桌子 主人就感到種種的胳膊 但是這個 嚴陰哥布 也非常複雜 那麼 這是呢 佛陀我們呢 做一個歸納 歸納出呢 有三二道 有六道 有六道 有十六道 讓我們了解這個 世間的這個 真相 也知道他這個 嚴陰哥布 那麼當年啊 這個 帝角度的嚴陰 就是親非心情黨 這道心情共的人 竹竹連連 就是呢 去這個 帝角度 那麼這個 隔幾道 就是對世間的民運利用 財社民十歲 放不下 很執著 很貪念 就到惡鬼道 那麼 真生的道呢 就是無恥無敵 死非善惡 利害 真相 他分不清澈 沒有能力去辨別 這就是 情世道的嚴陰 所以這個六道的輪迴 都是 家庭所做 家庭所感應到的 並沒有人的安排 所以呢 這就是 家庭去聽法家庭 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做了之後 有這個力量 叫這個驗力 所以這個驗力所感應 那麼倫道呢 就是我們說的 修五代 修這個 世間來講的 就是五常五輪 你認真做好 就是人道的業因 天道 天道 比人道好不容易更大 條件 當然比人道更高喔 天道要修什麼呢 修十善 十善 所以呢 十善就是呢 我們這個辛苦 不可以殺生 不可以討得 不可以殺贏 不可以殺贏 我們這個苦 不可以說夢義 不可以去遍人 不可以呢 兩舌挑撥離間 不可以呢 胡苦 說醜陋 讓人聽到很痛苦 很傷心的話 甚至說呢 聽到這個講話很粗魯 很粗暴 後來講不齊語 齊語就是說 這個 話很好聽 很漂亮 但是用意不善 花言巧語 所以殘舊這呢 有意無意的 都會傷害別人 傷害社會 那麼心來呢 我們的異地裡面 不可以貪心 不可以收起 不可以無視 所以呢 這叫做十善業 所有一切的選法 都是從這十條 所寫出來 所以叫做十善業道 那麼人可以尊這個十善業 還可以尊這個 尊無良心 尊無良心 尊無良心就是 尊逼虛仙 那麼這個 尊無良心 又加上呢 受十善業道 你就有尊家 躺好生天龍 那麼另外一道呢 叫做阿修羅道 阿修羅呢 是怎麼來呢 阿修羅啊 也是受五解十善來的 但是他沒有尊無良心 所以有這個五解十善呢 這個好不夠很大 但是啊 他也好強 好勝 也有嫉妒心 所以雖然修仙 修改 更是呢 喜歡啦 超過別人 一定呢 要在別人的前面 不可以在後面 像我們呢 捐錢 捐錢呢 他要捐比人家多 如果你比他多啊 他要超過你 他一定要做頭 做第一的 所以這種好勝好強 雖然有修仙這個 將來會做阿修羅 所以這就是呢 佛經裡面 跟我們說到 這個 緑德 輪迴的總控 所以 佛教我們呢 要受什麼呢 要受清淨心 清淨心呢 不在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這個佛給我們講 這個六道輪迴的狀況啊 不是教我們要在六道輪迴 是教我們要出離六道輪迴 因為六道輪迴很苦啊 這個出不去啊 這輪子一樣呢 一直轉啊 生死疲勞啊 生死疲勞啊 所以佛教我們了解 這個真相之後 要趕緊離開這個六道輪迴 那麼離開六道輪迴呢 最好的辦法 就是 念阿密度分 為什麼呢 因為念阿密度分 這個因齁 將來的果報 在哪裡呢 在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呢 念阿密度分 這個果報啊 不是在六道啊 六道裡面蒸毛啊 是在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 念那是因齁 生那是個 所以我們今天念阿密度分 這個果報 就是讓王神到西方極樂世界 可以敲完六道的輪迴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這四人 最重要的事情 最有意義的 這就是我們來做人的目的啦 今天如果可以呢 在這個做人的基因裡面 念佛可以去西方極樂世界 這樣無量 以來的所受的苦難 我們今天就值得啦 這一生啊 超越輪迴 往生西方 就值得啦 所以真的喔 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叫做 百千萬劫難遭遇 無量劫以來 稀有難逢之一日 我們學得好了吧 否則 你要想看看 我們錯過這個機會 將來還要再去搞六道輪迴啊 而且這個六道輪迴裡面 三億多的機會比較多喔 三千多借啊 你要想看看 我們一支到晚了 我們的想 想的念頭 我們起心動念 所作所為 你要想看看 我們將來會去什麼地方 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回想一下 我今天所有的念頭 想法 到底是 生比較多 還是獄比較多 那麼 要知道 如果是獄比較多 一聲 將來 要去獄 這聲就慘了 所以呢 冠軍喔 警覺啊 這一生 尤其啊 我們說呢 這個災難啊 越來越多啊 真正的大災難要不來啊 你看電影裡面有在演啊 2012年啊 哇 剩下兩年喔 這個電影裡面演啊 那個時候 大災難喔 比現在嚴重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要做好準備啊 我們還有兩年的時間喔 那兩年啊 要預知實至喔 自在往生 我們呢 還有一點時間 趕快努力 好好的黏粉 所以說呢 這個黏粉喔 很重要 不但呢 可以超度 我們的這個 累劫冤親在主 尤其我們今天 有這個機會 可以了解這個真相 還可以做三世佛念 可以化解 我們跟這個 累劫冤親在主啊 我們過去跟他們 有這個完修喔 生生世世 所結的完修 今天 我們黏粉做三世佛念 來分享給他們 所以今天呢 我們替他們 替他們 替他們 來參加 希望他們呢 可以文化 可以開悟 可以蒙福的家旨 主婦 你可以接他們 去到西方教學 再改 這樣呢 就像我們過去 行中跟他們的完結 今天喔 一筆交消 完全化解了 所以呢 這個三世佛念啊 這個念佛很殊聖喔 包括我們的這個周仙 我們的這個貴翁的親人喔 包括我們的親家朋友 他們有完親借助的 我們今天也替他們 他啊 下這個白尾來回鄉 如果他可以呢 親自來參加最好啦 但是沒辦法來參加 我們也今天去盡我們的 這個奔憤力量 有這個姻緣 我們替他啊 幫他來回鄉 真的可以幫他呢 消業障 希望呢 他的善根增長 可以接受的佛法 可以來開始合佛 甚至呢 最重要的就是呢 要吃素念佛 一定要吃素心 要念佛 這非常重要 因為你如果沒有吃素心 你敢中心這個緣 要更呢 結婚緣喔 你沒有化解啊 所以呢 我們今天吃素 而且呢 自己啊 真心的懺悔 我今天今天真心懺悔喔 過去行中 吃中心的肉 下海中心啊 上海的中心啊 我今天七七八八 真誠的唱會 說對不起 我錯了 我今天呢 要好好的 來回向給你們 希望你們都得到好處 都能夠 離苦得樂 都能夠消災免難 最好是念佛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麼如果呢 像這個地藏王菩薩 這樣更好 你看呢 這個地藏王菩薩 地藏經裡面呢 看到這個關木女 婆羅門女 這是呢 我們說的孝子賢孫啊 這個難得啊 這社會上 現在有這麼優好的人 真少啦 找不到啦 但是啊 我們要做一個好榜樣 為了我們自己的家親眷屬 累結的 這個冤親債主 這個周仙 我們要好好努力 學什麼人呢 學關木女 婆羅門女 這就是真正好處 看到她的老母 走走走走到 對她的兒子 全心全力 要給她救度 那麼她這個救度呢 真心的 這就是好心 好心就是真心 真誠心 所以我們說喔 中國人有一個叫成則靈 這個心 真心 真誠 很感通 很有感應 很靈 所以他有這個真心心的感動的佛菩薩來幫助 佛菩薩來教他要怎麼來敲導的方法 所以佛菩薩是不是替他來救導他呢 不是啦 佛菩薩真正的佛比 加齊就是用這個方法 在理論來講給他聽 教給他了解 連要叫他自己去做 所以你不能把人 欸 你替我做啦 替我超度啊 不可能 超度啊 最好靠自己超度 尤其是自己的親人 所以佛菩薩教他方法 所以這個方法很多啊 結果佛菩薩教他什麼方法呢 這個方法最有效呢 教他念佛法文 所以帝宗經裡面你看 帝宗王菩薩這個關木女 婆羅門女 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就是用念佛法文 結果呢 念佛法文就是這個 絕法定自在王如來 他叫他念佛 念 絕法定自在王如來 這也是念佛啦 我們今天是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是什麼呢 阿彌陀佛就是佛中之王 共中之尊 所以阿彌陀佛是佛裡面的王啊 我們今天一念阿彌陀佛 佛的了啦 競到蘇醒 他是佛 佛王啊 所以呢 這就是呢 跟我們念佛 尤其是念阿彌陀佛最圓圓 所以這就是呢 這個浩如 為了救到他老母的苦難 才要他老母堆在地上 在生呢 做烏煙啊 也非常可憐 他不相信啊 但是呢 沒辦法啊 最後 去地上去了 現在呢 覆蓋他念佛 他真用功 所以呢 救老母的心呀 很困窃 他很疼命 很認真念 念多久呢? 念一枚一句 他得救念佛的境界 這境界就是什麼呢 他念到一心不亂 啊 這個一心不亂 是事一心不亂 不是真冠的降伏喔 人家做的 但是呢 啊 只要念到這個一心不亂 他不是反伏啊 他就是什麼人呢? 祭祀就是阿羅漢 相當阿羅漢 但是他是大姓菩薩 所以說這個工夫也很難定 那麼黏忽黏到這個境界 他們老母自動的 不用去超渡啦 他自動的馬上就升天去了 就離苦得樂了 那麼到底這個過程是怎麼樣超渡的 還有這棺木女是怎麼超渡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鄉主義報告到這裡 明天再要一天 我們再鄉鄉謝謝鄉主義來說明 要怎麼超渡我們的家親冠修 要怎麼幫助大家都可以生酒 那麼這次